这个就是SVA的23街宿舍 然后它进门是这样子 然后 房里进去这个前面是一个前台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要登记 如果你是外来的话 好这边进去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电梯 然后这边有两个电梯 然后就可以往这上去 然后这边是一个它放爆锅的地方 然后现在就到了这个宿舍的那个楼道间 然后呢这个是 这间是我们要现在去看的宿舍 这个楼道一般是这样子的 就是几个房间它share一个楼道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从这里进去 然后这里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呢这个洗手间大概是这一层的 两个房间在用 然后这个是厨房 然后这一间它住的是两个人 然后这个厨房也是三个人一起share的 然后这一间是一个大人间 那个没看到的宿舍房间 就基本上每一个宿舍房间 大概也就只有十几平米这样 最多最多也就20平米 然后呢你要两个人share一个房间 所以那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你外面是没有公共的储物空间的 就是你所有东西你都只能塞在你那个房间里面 然后一般宿舍的费用是像你住23街 然后如果是两个人share一个房间的话 然后呢现在如果是23街的价格应该是两人间 像那种只有十几平的 它的价格范围大概是4000一个月算下来 因为它总价是16000 不过一个学期差不多就只有6个月这个样子 所以说算下来差不多是4000这样子 然后它有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型 大概只20平多一点 那个可能就是要4300 之前就是我们今年住的它的那种房间 是23个24街 你看运气抽抽到哪里你就住哪里 但是后面学校推出来一个新的那种住宿规定 就是它现在你可以自己出钱去住24街的 但是24街的双人间可能就要5000一个月 我觉得还是挺不划算的住宿舍